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白天的温度是27到31度 今天是24节气当中的小鼠 鼠热的鼠 那么在鼠宴当中有两句鼠宴跟小鼠有关 一个鼠宴是说小鼠大鼠无君子 因为热到大家穿着礼节 上面都顾不得了 那么另外一句话呢 叫做小鼠大鼠上蒸下煮 上面好像是在做蒸汽 然后下面呢 好像有火在水煮一样 我特别要提醒一下 今天的天气就非常像是上蒸下煮 一方面呢 其实水气还蛮高的 那但是呢 雨不见得会下下来 因为以昨天来说呢 短时强降雨已经没有再像前两天 这么样子的严重了 水没有下下来 但是呢 这个整个大太阳晒着整个地板都是热烘烘的 然后往上烘煮起来的那一个热气 真的是像上蒸下煮一样 所以提醒大家特别注意 防晒防中暑都补充水分 目前各个主要城市的气温 台北 台南 宜兰是28度 台中25度 高雄 花莲 台东 还有这个澎湖是27度 接着呢 我们来看一下美国股市 美国股市呢 四大指数 昨天呢都是开低走高 最后收盘的时候呢 全部收在平盘之上小涨 到重工艺指数上涨了69点 收盘指数是31037点 涨幅0.23% 纳斯达克上涨了39点 收盘指数是11361点 涨幅0.35% 标普白指数上涨了13点 收盘指数是3845.08点 涨幅0.36% 被层半导体则上涨了16.47点 收盘指数是2494.11点 涨幅0.66% 好 美股呢 其实昨天呢 有几个基本面的因素 还有包括了美国联署会释出了 公布了6月份的会议记录 都影响到盘面 我们等一下会来为大家解析 我们来看的接着是呢 油价 做的原物料市场 其实这几天都很明显的看到 那么过去呢 是在这一个供应吃紧的情况之下 那么原物料价格涨不停 但是现在呢 因为价格高涨 然后现在衰退疑率非常的高 在衰退疑率 很高的情况之下呢 现在衰退派获胜 所以呢 包括了油价 农粮价格 还有基本金属 这几天都明确的下跌 我们来看数字 纽约原油期货价格继续的下跌了0.97美元 每桶的报价是98.53美元 跌幅达到百分之0.97 而北海布兰特原油呢 则是大跌了2.08美元 每桶的报价是100.69美元 跌幅达到百分之2.08 纽约西德州原油连续两个交易日呢 都跌破了100美元 那么这个北海布兰特原油呢 在昨天盘中的时候呢 一度跌破了100美元的关卡 但今天这个 不过最后收盘的时候呢 勉强站在100之上 不过呢 100美元的关卡看起来也是岌岌可危 这个呢 代表的都是衰退疑虑加剧 另外在农粮价格的部分呢 芝加哥黄豆期货小涨了0.5% 芝加哥小麦期货呢 继续的下跌了0.03% 不过芝加哥玉米期货呢 倒是反弹上涨了1.35% 在其他贵金属的部分呢 黄金继续的大跌 纽约黄金期货价格下跌了27.40美元 每奥斯的报价是1736.50美元 跌幅达到1.55% 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 美元指数实在太强了 那以美元作为计算基础的黄金呢 在美国以外的其他买家就购买黄金上面就变得非常的吃力啊 这个呢 是导致呢 这个黄金价格跌不停的一个重要原因 好 那么白银的期货呢 则是出现了止跌 小涨了0.2个百分点 好 那连续跌了5天之后出现了止步 铜的期货仍旧在反映的是衰退压力 下跌了0.21% 把金的期货呢 也下跌了1.17% 好 那么现在金融市场呢 最关注的是美元指数 美元指数呢 在这个104 105这个关卡 整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后呢 这两天快速的上涨 那么今天凌晨继续的上涨了0.51个百分点 来到107.04 今天凌晨呢 这两天呢 其实最重要的原因都是 欧元的弱势 在美元指数当中六种货币 欧元占比非常的重 占了大概是60%的权重 所以呢 欧元如果跌的话 美元指数就会强 那么欧元现在对美元呢 已经来到了1.01892 那么对一美元 这个呢 其实已经快要来到1比1了 今天凌晨继续的贬值0.8% 贬值的幅度相当的大 我们等一下会来提到 欧洲现在呢 面对的是能源危机 它的能源危机在全世界来看的话呢 是最为严重的 所以呢 欧元的跌幅要比其他的货币都要来的 贬值贬得更凶 那贬值贬得更凶就会使得欧洲购买能源变得更昂贵 使得它的通货膨胀变得更加的无解 所以它一方面经济衰退的压力非常的大 因为天然气呢 随时有可能断供 或者是变得非常昂贵 而另外一方面通膨的问题会更加的严重 因为它的货币贬值进口的这一个产品的成本会变增加 那么所以它的压力真的是如这个压力锅一样 不过今天欧洲股市倒是出现了反弹 先用反弹来看待 英国金融税报白总股价指数上涨了82点 涨幅1.17% 泛国巴黎政商工会指数上涨了117点 涨幅2.03% 德国法兰克福指数上涨了193点 涨幅1.56% 好 接着呢我们就要来看一下今天的早报新闻 首先呢 最新的消息是美国联准会呢 今天凌晨呢公布了这个6月14号15号的 上一次的美国联准会的会议记录 在这个会议记录当中 当然7月份要升息2到3码 这个是大家都已经知道的 那么重点是呢 这个联准会的官员如何看待 急剧的升息可能导致经济衰退这件事情 在会议当中没有具体的提到说 那么这个经济衰退这件事情 但都有提到说 那么这个经济可能会放缓 但是他们特别强调说 必须要延长整个升息的周期 否则的话如果公众开始质疑 美国联准会必须要的时候呢 会调整政策的决心的话呢 可能又会使得高涨的通膨 变得根深蒂固而无法解决 所以呢一部分的衰退 但是呢能够打消通膨预期 现在看起来是联准会首要任务 好那么不过美国的经济的部分 昨天呢其实公布的一些 这个服务业的PMI指数 那么不管是这个Market公司 所公布的或者是美国的 供应管理协会 那么ISM所公布的 非制造业的PMI指数呢 那么都看到说呢是下滑 但是呢要比预期稍微好一点点 那么这个Market的PMI指数呢 是52.7 这比预期要来的好一点点 那么这个ISM呢 就美国供应管理协会 所公布的PMI指数的 非制造业指数呢 则是已经是来到了55.3 那么比预期稍微好一点 但是呢略低于5月份的55.9 那这个是在经济基本面的部分 好接着我们就要来看一下 今天的早报新闻了 那么其他的包括了 就是美国的殖利率呢 出现了倒挂 那影响的是前一天的美国股市 不过今凌晨呢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 美国的两年期公债殖利率 仍旧高于十年期公债殖利率 都上升了 两年期公债殖利率呢 是百分之2.996 不但比五年期 比十年期都要高 五年期是百分之2.98 十年期是百分之2.934 这种殖利率倒挂呢 为什么被认为是 经济衰退的隐忧呢 这代表的是市场认为 短期你是要升息来空通膨的 但是就长期而言 为什么殖利率反而比短期 还要来得低呢 因为认为呢经济会衰退 所以呢你迟早是必须要降息 来救经济的 好所以呢这个在过去啊 这个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呢 美国出现了五次的殖利率倒挂 虽然都没有立刻导致经济衰退 但是之后的一年左右的时间 都出现了经济衰退 好另外我们来看到的是 根据最新的统计资料显示 全球企业的负债 在今年以来呢出现了下滑 这是八年以来呢 首次看到美国全球企业负债下滑 主要反映了两件事情啊 第一个是借贷的成本增加 所以很多企业可能就会放弃借贷了 那么第二个很大的一个原因是呢 有这个石油跟天然气的价格高涨 让石油天然气公司可以去还钱 所以呢他们的债务呢 就大幅度的下滑 不过在全球负债呢下滑的时候 美国企业的负债还增加了0.5% 而其中台湾呢负债的这个比例呢 则是一年之内呢 锐减了25% 算是最为未雨绸缪的一个地方 好接着我们就要来看的是 欧元兑美元可能会来到平盘价吗 1比1 那么昨天今天凌晨已经是 再跌到近20年来的新低了 主要原因是因为呢 欧洲现在面对的是能源风暴 它大量的依赖天然气 可是呢天然气的供应商 现在有三个问题啊 第一个呢是当俄罗斯 俄罗斯随时有可能断供 欧洲的天然气 那么这个会使得欧洲 在今年9月之后的寒冬 会变得更加难以应对 然后第二个部分呢 是它自己很重要的供应商 挪威现在面对的是罢工 那第三个呢是美国 美国呢本来应该要供应的 这个液化天然气 就因为液化天然气厂呢 爆炸 所以使得它到今年底之前 要恢复到这个大量的供应 都变得很困难 所以呢欧洲的天然气危机 至今看不到解决的方案 所以呢它就有面对了 这个天然气高涨通膨压力 然后呢就使得它的货币继续贬值 货币继续贬值就使得 它的进口成本增加 那么通膨的问题就变得更加的严重 那就使得欧洲央行 没有办法用降息的方式 或者是用其他宽松货币的方式 来救经济 这一点呢其实就使得 那么欧洲的状况呢 最让人担心 欧元兑美元呢 也就贬到了20年来的新低点 另外我们再来看到的是英国首相强身在线 政治危机 昨天一天之内四位大臣请辞 包括了财政大臣 卫生大臣 还有包括了金融服务部部长 以及儿童与家庭部部长 这些在过去呢 那么一个多月前 保守党呢 他们推动了一个不信任案的时候 其实都站在强身旁边的 但最近的强身所面对的问题 更加的严重 那么接着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斯里兰卡正式的宣布破产 现在正在跟国际货币基金呢 协商 那么另外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最近的整个经济复苏 现在可能会看到的是 大缺工风暴 跟罢工也都有关系 那么包括了像是韩国的罢工 然后呢英国的罢工 还有很多的港口都有潜在的罢工压力 包括了在美国 还有北欧 现在我们刚刚看到了 挪威的这一个油气开发呢 也出现了罢工的压力 而这一个欧洲的几个港口 包括了比利时的安特卫普港 还有德国的汉堡港 现在也都出现了严重的 拥塞的一个情况 铁路卡车司机呢 那么都面对了延宕 那么整个人力荒野可能影响空运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多年没有这个涨薪资 然后呢这些第一线的这些工作人员 又面对了疫情的长期压力 所以现在呢要求加薪的压力是非常大的 好接着我们再来看到中美之间呢 美国对于中国大陆的关税呢 要取消这些部分的制裁 但是因为内部的政治压力非常的大 所以呢可能只取消 价值100亿美元的一些商品的进口税 而且呢还要对于中国大陆的 包括半导体跟电池展开新一轮的调查 由于中国大陆今年上半年半导体表现太好 所以现在呢美国在出手 希望能够要求荷兰限制对于中国大陆的 这个半导体设备的供应 现在呢其实EUV已经是不准了 那么部分的DUV呢都希望荷兰能够停滞供应 但是今年上半年呢 34%爱斯摩尔的这个收入来源来至中国 那么这个限制的消息传出来了之后呢 中国大陆昨天半导体的这个股价反而是上涨的 因为觉得自主研发的空间呢会变得更大 好那么陆港股的部分呢 昨天其实都是下跌的 上证综合指数下跌了48点跌幅1.43% 深圳层指下跌了161点跌幅1.25% 香港恒生指数则是下跌了266点跌幅1.22% 回到台湾的部分昨天的台北股市呢是继续的开低走低 做收盘的时候呢大跌了363点跌破了14000点来到13985点 跌幅2.82% 同时呢6月份的通膨率3.59% 再创了14年来的新高 尤其是外食费 外食费的年增率高达6.38% 这些都是在2008年金融海啸之后呢 最严重的通膨 好那么而外资呢 现在会这个这个卖不停 所以昨天新台币的汇价呢 是再贬值到两个月来的低点 来到29.81% 那么在这个上市公司的一些公布的这个题材方面 联电营收创9个月来 连9个月创新高 但是呢IC设计的联酉就出现了 猜测没有打电